月桃叶翘 交错编织 碑垫成型 这是嘉义阿里山茶山部落 周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 用当地的月桃叶晒干之后 加上特有编织手法 就能做出各式生活用品 养活了在地原住民族家庭 之前就是都是我先生自己工作 前阵又因为一些事情 就是低潮这样子 然后刚好有这份工作 然后整个大大的改善 年轻的周族妇女方玉玲 过去曾在城市工作 结婚后回到偏乡部落生活 专职照顾三个小孩 但家庭收入一度面临拮据 因此她向村里的妇女成田秀美 请教编织记忆 让人把手工艺品越做越精湛 收入变得更加稳定 传授手工艺的成田秀美 虽然身体不好 却因此也有经济来源 自助之余还能帮助部落 发展手工精致产业 所以我帮助很大 社交方面也比较好了 至少不会说坐在家里 好像闷闷不乐这样 其实过去茶山部落观光兴盛 但巴巴风灾带走了繁华 昔日辉煌已无存 我们那时候的重建很困难 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产业 以前太强调以观光为主 透过巴巴风灾之后 我们才重新省思到说 要重建的话 必须从自己的根本 所以我们就从文化开始起步 于是圆明慧 利用工艺彩券回馈金 启动了妈妈巴矣的 梦想工艺经济升级计划 妈妈巴矣 周祖语义是婆婆妈妈意思 希望藉由这项计划 帮忙找到茶山部落产业定位 也可以让妇女们传承自己文化 我们何不把月桃这个 在我们茶山部落盛产的农作植物 把它运用在我们的文化产业里面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计划 发展出我们的月桃工艺 计划包括生化妇女的手工艺技术 以及推广行销课程 促进部落经济 甚至鼓励妇女们 把手工艺品拿到市级贩售 开启部落文创 提升就业机会 这要特别感谢我们财政部 中国新托台湾产券 每年提供27亿回馈金 印助 圆明慧获配3亿余元 持续促进言助民主就业及福利服务 这是第二年的计划 以带动族人共同参与生产 活化文化工艺产业 由了工艺彩券回馈金协助 茶山部落的妇女们 如今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照顾小孩与家庭 在无后顾之忧的环境中 用传统记忆 再现过去部落的风华与荣景